可能这个老头有个后手的 当然有个比方 阿德里安我感觉是打在后腰这个位置 对 恒星的一次会偏到左路来 那果然阿德里安应该是出现在中路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看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 穿着红色比赛服的是上海海港 他们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攻 而穿着蓝色比赛服的是上海生花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队 客观 这么看阿德里安打的真是个前腰啊 他有时候队形一收缩以后 彭新律师往里锁 对 阿德里安是出来的 退回来的时候呢 他又退到向后腰的这个位置 这场就对于24岁的位置来说呢 肯定会有新的考验 艾迪 连尼奇 我头秀中都非常激烈阿德里安 李昂从苏宁引进过来 其实对于上岗来说呢 后方 特别是在时刻转回的情况下 对吧 后方也是个补桥 也是个补桥 其实两支球队在转回窗户的操作都非常 都非常 他那有没有机会 海港 王胜超 完全来到了中路 奥斯卡审视罗事 先把球带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那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从画面上其实有看到 奥斯卡进入前场就是5系的 那他可能拿球的时候 尽可能给到压力的也是5系 对 这就跟生花打官的时候 这个专人丁比埃拉一样 对吧 他必须要限制他 我已经说了 如果说老头现在这么样下来对战术的这种需求 他的现在这种是 我就说他在这个用人的上面是很讲究 对 而且他的这套理念 其实对于中国球员可能 还挺能合适的量身定做 在欧洲我们很难看到这种人丁人的打法 但是针对中国球员的特点 这种人丁人没准还有更有效果 你的天目一 孔心立 洛贝斯 这个中场的脚杀 这是德比的味道 你看 西上 而且其实是很好的提供了两个信息 当阿脑出来的时候 冯潇婷 你不要看他是35岁 他始终是在他边上 这边向前推进的时候 王生超出现了失误 但其实海港 刚才这几下在中场控制的 还是相对不错的 盆心立本身这个区域刚才也就这个处理不恰途 我应该在中场 所以去形成一队一队这种突破 就可能呢 我们说出球要走 嗯 尤其是像这个德比战 一道进入你说在中场这种脚杀的时候 尤其是对球的这种判断 视线的这种 都是要 反应要很快的 那海港在进攻端的时候呢 他也是对身后球 非常的看重 但是这个球其实没有传好 莱科也是在抱怨这个球的传球路线 莫尼非常强悍啊 这个在中英超的这个布莱顿 哈斯菲尔德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中场 属于硬汉一队 所以今天一个木医 一个奥斯卡 这个生花的这个防守的强度 你可想而知 要对付这些人 好的 在变路突然之间的一个变速啊 让奥斯卡不得不放产 制造了一个角球 这是赵明健 赵明健的这个个人的突破 还是 呃 崔康熙想要仰仗 但是赵明健你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右脚 对的 脚外侧的这个 可以直接形成打门啊 他在下底突破 甚至于传重的这个过程 然后他有个变考 哎 哦 这球太靠近门将了 严峻林把这没收 严峻林确实是目前 哎 最好的门将 相应 比较稳定 嗯 跑车 快点动 阿德里安 那突然传到点球点的位置上 第一点的解围没有解围好 差一点让神华得到什么 好球 好球啊 这就是赵明健 刚才刚刚说完 他有个外脚 对 但是这条球的线路稍微震了一点点 没有拉起来 哦 要是打成一个高球 这个研究人也 四哥啊 四哥有这么一脚 对 嘿嘿 回到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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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相对简单 但可能对于海港的这个阵型来说 挺有效的一个战争 我们现在就说 因为知道你身后尾 对 这个两立这个空档 当你一臂上部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身后的这个空间的时候 他就很坚决的就往你身后 对 就两个一位身后这个空档 可能是深花最想利用的 其实很多时候掌握了一点 就是说 我尽可能的把球发展到你的这个本身 尤其这样得比赛 就是大家一上来的时候 比较交错 比较紧张的这个过程 但有意思的是 如果你想利用两个意味深厚的空间 但是这场比赛手法里又没上这个曹英丽 那么关键就是说 他用的是像阿德里安 他前面能穿插的 他能比较 用了摩雷诺 其实摩雷诺回车蛮大的 他还是首先 其实得比 我们就说这样重要的比赛 首先考虑的是防守 这边又是奥斯卡的传球啊 直接传到了门前 温家宝补到门前化险为宜 你看看王生超的作为议位啊 在来客体系之下 这两个议位 一个吕文君 一个王生超高超的多深 他位置的这个变化 要求他向前的 机会也多了 对 所以势必带来的是 他们俩身后的那个空间 可能是个问题啊 现在关键就是看 李昂和 你说魏正啊 包括那个贺贯 如何 又是奥斯卡的外围 参政会很重要的是 相互之间的这种协法 呼应 对 而且他有球状态下的两边的两个中位 他们还得负责出球 没错啊 关键就是说他在组织进攻的这个 他能把球交到空出来的这个脚上 这个就是个水平 而伤花现在是要切断 切断奥斯卡和其他人的联系 对 让你回传横传没关系 对 已经从这个比赛九分钟十分钟的时间来干 你只要奥斯卡进入这个局 无锡就能限制 而且你看贺冠啊 已经两次了 他是右路的这个出球中位 但是他脚下的球两次被这个彭心力猛抢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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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啊 这种压迫 这时候要过来有协防 阿大利亚一定要回得快 你俩 否则这样无锡啊 这个上上下下 奥斯卡 突然切进去 阿闹 阿闹这条球传的太大 这个球那低的要好过高的 对 本身他到了奥斯卡这个 斜赛进来的 他这个空间是不对的 嗯 没有脚法 传终的脚法 你说让他去干这个活 这是阿闹手牵圈的 对对 就是说谁去传这个球 他在中间原来我们说作为 门前要强点的是他的这个活 阿闹原来在银钞啊 那就是他也踢过边路 但是不会让他踢右边 他一定在左边 让他内空接进去以后 右脚来内脚 那个时候他身体状态好 对 包括他坐墙是他的责点 嗯 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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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健 这也是33岁的球员了啊 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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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哎呦 后面有个钩脚 利卡多罗贝斯犯规了 无锡真是归来仍是那个少年啊 他是 一零年一一年一二年三年在圣花 是的 之后的八年去了江苏 常好 这就是机会 机会啊 金契宇差点拿到点 看看 哎呀 闻家宝 接下来彭心力在打 冯小婷 冯小婷这一步啊 慢了 然后呢 贝利卡多罗贝斯汤过去 但是我们看看莫雷诺啊 莫雷诺这份防守责任心 这个就是得比 对 这很少见 在其他比赛里这种状况很少见 莫雷诺又过掉了 过掉一个 过掉哈利克 然后看看阿德里安 这边空了 直接立起来 莫雷诺又想上演凌空射门 但是 被海港顽强防守出去了 这个莫雷诺这两下 已经一百六十米来回 八十米八十米 冯小婷你看这两步确实是稍微慢了一点点 但是 从他的这个我们所新闻来说 他这个 做得对 相对一个三十五岁的球员来说 他能够登出这两步已经不容易了 这形成了一个投球公门 但是后仰没有办法发力 这是来自金心育 这也是三十三岁的韩国中锋 这两个高点 这两个高点是满能力 无一在定 对 就崔康熙肢体语言这么多的时候也不多见 是吧 对 就是说明比赛的重要性 哈哈 超有这个无息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个无息这个位置 嗯 在奥斯卡在抱怨啊 因为没反馈是没是没反馈是没反馈 这足球比赛就像昨天晚上欧冠那个比赛 你看到吗 哼哼 那个 内玛尔 哎 其实他其实好像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我不能碰的 哼 所以在足球场上 当你受到特殊照顾的时候 你应该用正确的方式去回队 你看在阿德里亚这个球 其实你应该全力回追啊 嗯 是吧 你一回追你一给压力 冯孝廷敢敢顶啊 对 也不能这个球发展到进去里面 那这是第二点注意 阿德做出去 这边机会 球来到贺冠的脚下 贺冠左脚脚尖捅了一下 没有办法直接威胁到球美 又是奥斯卡 他现在是四次助攻 名列中朝助攻榜的榜首 而四次助攻全部来自对天津队那场比赛 这球至少应该踢正啊 金星玉挡了就没办法 这球呢 你抢抢是没错 嗯嗯 就是使用的这种 哎呦 这个球拿下来 那还是需要这个 两边的这个中位去出球 所以神花队贺冠啊 还有包括对李昂的限制都非常的紧 是的 那么现在你看就使用的球是可以给到你嗯 卫正的桥上 对 卫正拿球我不敢不怕啊 他现在关键现在卫正 我觉得你现在他前面如果说 赌你两边的话嗯大胆的往上带啊 对啊 那往这个空档里带上去啊 你看你他他还指挥你回去你看 他就是这个战区需求就爱 哈哈 那这个就戴上去就往这个两个人中间带 你看他上不上嗯嗯 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坚硬的问题 对 那你现在空间越来越压小 你到下面最多一个45度起来 从莱克这个肢体语言呢 他似乎是要求在中间要要多 要有人出来 奥斯卡一出来 无锡是说白了 他会跟出来了 关键现在都是背身的站在前面 你没有用啊 就神花打得很好的一个一点 让所有的你你让神花的对手全部都背身拿 现在等于这22个人都是在前场30码区域 哎 你说有多少空间让他去传 对 对吧 你横的回的我不怕 嗯 背阵触球次数多的连鞋带都开了 何冠何冠直接起球了 他知道这最没他上岗不是这个踢法 对 这个就是崔康熙现在对上岗的一个踢法已经研究的很透彻 至少 这个前15分钟的比赛在上岗限制的很好 哦 对 这个身体用的很合理 这就吹了无锡的犯规 我老师从这17分钟就是深化了所有的战术的这个应用 嗯 现在就看是比较合理 至少奏效 就是他逼着上岗 你贺冠出不了球吧 然后但是我球又给不到别人的情况下 你只能一点一点压 最后又喝惯了 完成传统 这定位球是要好好防一下 所以上岗是要找办法来破解 靠近 这个就不好了 台港这边呢 对 其实你看他还在努力的找办法面向进攻方向 刚才有一段时间 半岛你记不记得就是所有的球员除了卫阵以外全都朝了一个方向 是的 而且就是说你刚才说都是他在前场三十码区域大部分都暂时背身的 空间压缩这么小 你向前传球本身就背身了是没有威胁的 对 所以说 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要调整的就是 尽可能的出球要快 我们要把球要走起来 那让这个对方的这个 我们就说他这个整个的方向要移动 对 这个时候能奥斯卡或者沐依能出来拿下球摆脱 现在现在没有摆脱 这个时候可以再再控一下 这就不用时间不动 这就不用时间不动 很尽力 很尽力 这个时候可以再再控一下 对 苏州呢今天28度 呃 一天呢应该都是晴天傍晚的时候有点多云 应该这个气温呢还是相对非常舒适 哦突然传起来这种往六码区里直接掉的球啊 球速打得快 他传球 速度一加快 接触一加快 他就威胁 威胁马上就 对 出来了对 就现在上 就海港 不要过过多余依赖你比如说像奥斯卡木一等等这些 嗯 当这些队员被限制的时候 我们就说你李扬现在李扬是空出来的 对 李扬那条球确实出 对 贺冠有的时候可以空出来 哎 那你交到没能的没能的这个脚上或者甚至于你敢大胆的带上去这个时候是危险的 嗯 就是你升华十一个人全部向着我的时候那么我贺冠空出来李扬空出来那我就就这两个人就出事 现在你升华的这个防线站的很稳嗯而且都始终放在正面的嗯就相互这种呼应补位都都能及时可能做到的嗯 那你这种球传的就没用你就带上去你把金星玉带回来对对吧又什么呢 你看他他甩出来他绝不敢逼你对那在这个地方给你弄个犯规拿一张航牌 那就影响你这种情绪吗对彭心里一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打个招呼对两个中卫啊 两个中卫现在开始起四十五度全中了那么好 因为你真的要起四十五度这不是上就海港的这个角度对对 神花倒是前两掌这么打过啊因为 那个金星玉和姆雷诺是有了高点对对那无锡就有机会了对啊无锡本身后差上是一个很好的 你打高点一个战术的这个应用最起码我们说不管前叉第二弱点的控制他是有能的对 你说让阿脑始终在这里一对于突破你说 这球又很难了 脚球 这是温家宝啊跟着很紧的一个防守 这23岁的小将确实 现在 相信朋友发挥了发挥了非常成熟 说过了说了没错他 这就明显感觉就是说现在这个比赛他自己能很明和的对 把控制住 自如把控制住 这下第一点抢到了看看 犯规了啊这是进攻方有犯规 赵明健 倒在地上这是贺冠啊应该在争抢的时候跟赵明健身体有接触 上手了 上手了对啊手有一个上手压肩膀的动作 啊而且膝盖有可能还撞到赵明健的这个类 没事是个起来 应该没有问题 这无锡对奥斯卡的这个限制从这个二十二分钟真好 嗯嗯 首先是他不让你从容的能去拿球从容的去传球 嗯和和前前场的队员区的联系 这个已经是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对 嗯 轻一点啊阿德里安脚响吗 做 突然是个打进来 他这种小范围他都如果说能多几下就飘 对刚才一下 斯哥这个就如果在直轻的直接 做进来的话一个二打一的话哎 效果会更好 就是那样一下出现一个节奏变化 这个往往有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种 得比是造成了在球场上一种紧张的这种 哎对对对 特别是开场这个阶段啊 对的啊 够灰散你看 他现在生活只要你做到这一点啊 你传好了 还是交给卫阵 对这个球速快来来回回快 对 这球能到到那边去吗 哎呦看不到 那是看直接推那去啊 一下子压压上去以后你看看 还是在卫阵和后管之间 还是在卫阵和后管之间 缠不掉一条防线 对 好的 嗯 您这是 哇哦 木仪的这样直塞 经过了阿脑头威胁的过渡之后啊 奥斯卡差一点 形成直接的对球门的威胁 文贵老师我已经说了 必须你跑动起来 你如果站张式这个替罚 空间被压缩掉 对 你就没有威胁 你看他全在动 那都是活动当中 只有在这种跑动当中 才能让自己把身体转过来 面向进攻方向 你如果说让我让生瓜给你限制 把速度带慢的话 带到他这个节奏里面 那还敢在战术大发大不 体系出不来了 我们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传点不传人 然后其他无球队员的跑动 大家得想到同一个空间里 这个时候就说所有的这个 节奏要加快 就我说共方的这个转换 把这个节奏带起来 嗯 手上有动作 对对 罗贝斯和埃迪 但是这场比赛的裁判 压力也是可想而至的 比卡多 罗贝斯 现在已经有四例进球入章 沈华开始打得很简单 找千场的高点 现在莫雷诺看看第二点能不能蒸下来 哎呦 这个球吹的 没有灯烫 对 大家同时都往上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比赛是要让他这样走起来 就是让比赛流畅 其实应该是第一要务啊 就是说他你这个行为你知道他不是去伤人的吗 对 这个球你给给了那个那个 他也是背向他不能处理的 嗯 阿闹还是背向 但是还是往空间里面传 啊 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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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 对 木一 九里还是传到内部的空间 王神超虽然在啊 但是 运气气保护 这个球就没有了 哦 看看这边阿德里安 这个不是一个突破型选择 对 这个是个穿针引线 你让他一对一呢 特别是刚才是一对二这种情况 那就肯定是过不去了 四个都在抓 一对个球没抓好 哈哈哈哈 点不对了 现在到第二点那个 莫雷诺没上来 就金星云一个人在前点 中前点 给呀 哎呀 哈哈哈哈 想会变中场组织者 对 哎 看看位阵都在哪分球了 哎 这交给贺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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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的很靠上 直接往中路阿脑过渡 罗贝斯 这已经稍微出现一点错乱 李杨再交回来 魏震今天这场比赛持球时间恐怕会创造一个记录 达到四分钟左右 哈哈哈哈 五分钟 哈哈 因为原来 克罗伊夫有个理由 嗯 一般大家在球场上可能就说最多持球加三分钟 八十七分钟你是在干净 对呀 好球 好了 好球 上的快呀 上的慢了一点所以就导致 不是又回去了吗 对 又倒回去了吗 牧姨转不过身来的话 你是啊 对呀 你是 就是说你不能往前发展 不打到众生是没有威胁的 你不知道射门是进不了球的 你现在等于说 首先生活我就说从二十九分钟半个小时 就是 无锡已经切断了奥斯卡和 拿球 嗯 向前传球制造 威胁的这种 那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 魏正在做做这个 你看到了半场以后的整个都是人盯人 对呀 你看 温家宝都跟到哪儿去了 你看你看 你看 真的不行 哦 没有 这一下就必须让他上来 打 打了 打脑 好球了 左脚 哦 这是艾迪把球挡出来 看看生花这边 万家宝放到自己位置上 这一下可真是犯规了 阿布拉罕哈利克 这一下为了 没事没事 阿布拉罕哈利克 你足球比赛就过来 骨头紧张 下腰 这是得比的味道啊 足球比赛也很正常 这个人家总是要产要争的 就 自己我就说 心在人方 对 这个产是很正常的 再说他这下有 你看看他是滑的 对 不是说能故意的 而且他最后的时刻 脚 也没有也没有上脚啊 对 哈利克只有20岁啊 他上赛季还是在河南的预备 对 不错 嗯 从现在的这个 整场来看 中规中取 嗯 同样二三我就说 因为文家宝相应的 就你刚才说的将近有两年时间了 对 都比较成熟 位置而且 位置不低 还是两个 一个二三的对对碰 哪只一万四千万 这绝对不止 这有两万八千万的 可能都不止 因为中超目前为止的这个 这官赛记录是中超揭幕战啊 广州得比的两万八千年 啊 我零说的钱 他现在关键 他这个战术出来 他有人向后三杀呀 他打下来到前面就没了 莫莱多 莫莱多 莫莱多把阿脑啊 在脚杀之下 这个球权呢 阿脑周围还是控制着 哎呦这个球 我我我我 王牌啊 我觉得没有这个裁判员 不是不是 我们看看一点我就觉得这个球 就是无形当中又要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这种对对 哇 哎 你说阿脑这个不犯规啊 对啊 对吧 那当然我们是从场外这种角度 也没有啊 这个够不上黄牌吧 那你昨天按照看看那个内蒙尔 这红牌发下了 无锡吃到黄牌 其实呢 这可能是不仅仅是一个黄牌的问题 因为他负责盯防奥斯卡 如果身备一张黄牌的话 奥斯卡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 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 你看好了 他下一步的行为 他就是一直 你敢啊 他有球就敢拿了 对 那个相反 素博住了无锡对他的这个盯防 对啊 这个我已经啊 比赛往往一些细小的 就是会破坏掉很多精彩的一些东西的 你让他这么去抢啊 让他这个裁判员带动这个比赛 我们说也要带动这个比赛 起来 对 那么你又能控场 对于到现在目前为止来看 是没有超出我说 飞体越道的行为的这种 对对 你看这个 没事的起来吧 对 约尼奇 一个约尼奇一个莫雷诺啊 没关系 什么人喊就行了 约尼奇上赛季效率于日本这连赛的大阪银花 有着非常好的出战记录 而且去年整个日本JL1 就是大阪银花防守是最好的 对 34场的比赛他全部都参加了 身体对抗再所难免 更何况这是德比 叫裁判就行了 对吧 对啊 Eddy你让他走嘛 真是寸土必争啊 约尼奇在看卫阵 嗯 六把线上 先滑线顶出来 海港的外面木一 有未来 比赛来到35分钟的时间 场上比分依然还是0比0 几乎没有什么必进机会啊 都没有创造出很好的一个项目 对 就是生花呢 注意力更多的是在限制海港 那么这个限制还是成功的 所以就导致海港现在也拿不出去 就是 就是说你现在整个一个是在后方线上 能源在组织这个进攻 对 就是组织进攻的能够被限制住以后 现在看看就是这个教练如何去 一个变化 然后你说生花还有后手 这个杰刚锡这个教练 对 没有启用这个曹云定啊 所以如果说现在这个局面啊 跟上个赛季两队交锋的时候 那个0比0 1比1的局面很像的话 那么现在跟上个赛季不同的是 生花的人员储备比上个赛季更丰富多了 包括整个一个战术打法 对你能源的这个限制啊 是更那个的 这个时候快呀 这个时候向前快呀 就是迫使他移动嘛 对 有的时候可以大胆给呀 真的 就是你求轻一点 就明明知道就告诉他 你可以迎上来的 转身啊 真是20岁的那个阿卜杜利 对 阿卜什么汉 阿卜杜拉哈利 阿卜拉汉 阿卜拉汉 船啊一脚啊 听他干嘛 又慢 又慢 现在是哈利克车到最后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三个中位其实可以有个变法 对 把把卫生打到右面来 把李昂打李昂打到中间 对李昂出球而已 对啊 李昂是他有这个出球的 就让李昂在中间 换一个位置 推 还是没敢做冒险 李昂 阿卜克 到手里面去了 就这个一对一盯人 那个对位的 把大家都像死了之后 就是 就是 这个关系 现在你看 他这个现在也不是说传统 他在中场 顶得很紧的 嗯 他就限制你向前传球 哎 何冠这条球传的其实还不错啊 但是这个球的问题呢 就是一 线路长 二 正面来球 所以一般中后位都不会怕这种球 就是 最动作你拿下球 嗯 但是你 就是说 二线跟上的快不快 对 哎 哎呦 不一啊 无锡要 不是 那个是彭心力 彭心力放了一下 在协防过程当中绊倒了奥斯卡 对 聪明 他就让你比赛间断 嗯 不让你向前 不让你多拿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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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有了向前的機會 摩雷諾今天真的拚 摩雷諾太拚了,接下來 無錫的結尾 奧斯卡莫雷諾這場比賽都真的很拼,摩雷諾前兩次回防到斜坊區 殘舊 用生命在完成得比 他可能合同也是最後一年 34歲的老鄉 對,你看 他當你這麼想傳球,一到底就靠近你 限制你向前傳球 其實足球比賽裡面 對,你這個限制呢 大家都會走限制 但是能限制到這麼 真是極致 但是我感覺 生活下半天會有個變 嗯 這個變化往往是在 在這個 這有梁進來嗎 嗯,可以換輪轉了嗎 對 嗯 嗯 嗯 你現在你看,木一他也不跑 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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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的太死 因為是沒有太多的辦法 就是如果你不變化的話 顯然是不可能打破這種 籠罩的 這真是一種籠罩啊 藍色的籠罩 你看 奧斯卡現在他敢拿去 他他不怕 他 你不敢動他 這麼提下去的話 魏震 真的要穿一路了 好球 哎 給啊 哎 就這樣 你也要向前方人家打的呀 劉文遵 你看照片這樣對於劉文遵的這個頂法 這個逼迫的只有相互傳球 呵呵 輕點 你就給 36號 對呀 往裡接 接一步嗎 我斷下的要命 呵呵 就很多這個 這個老賽啊 這個 水剛系教練 整個一個對戰術 整個勝負的戰術上半了 到現在41分就是很成功的 對 就成功的遏制了 他的這個 對 好球好球 突然變一下節奏 哎 又傳回去了 快 這個時候快 可快 起來嗎 三距離有機會啊 但是何關對自己傳呢 又不是特別有信心 其實有些時候就能說 他阿老和那個 那個那個 另外那個叫什麼 羅佩斯 羅佩斯都在前點的時候 可以可以可以起一下 嗯 這個時候下來的第二落點 二次進攻很重要 整個一個防線如果是不是站了很很穩的情況下 對 你還是能能打 對 這個球呢 危險 就是往往大家限制的很 都是很深的這個情況下 就是腳球另一球是一個 得風的一個關鍵點 對 馮小婷 今天呢 呃 李海欣對於禁區裡的這個 雙方手上的動作呢 是吹得非常的嚴 這可能也是防衛杜箭的 這種得比啊 你判罰上只要有一點點瑕疵 恐怕這事後半個月就不得安你 哈哈 山本長一的進入到了尾聲階段 43分鐘的比賽 雙方的比分還是0比0 嗯 上海這個球迷啊 用地方的這個方言 人家一直在問我 他們到底在唱些什麼啊 嗯 也 他就雷歐雷歐嘛 嗯 深化是他們的信仰 嗯 就我們站著站在看台上面 嗯 嗯 來看看終於有面對球門的機會 看看洛佩斯洛佩斯連續兩波三波 但是沒有射門的機會了 沒了 阿德里安把球給斷了 好不容易有一次斷球之後的快攻啊 我們說運動當中的對 整個上半場回憶一下 可能這樣的機會不超過三次吧 9分鐘之前有幾下啊 啊啊啊啊啊 是吧 9分鐘以後 啊啊 深化的 就是 更明確的一個戰術打法 嗯嗯 先限制的 對 阿德里安這是來自波蘭的外園 上個賽季 半個賽季在重慶半個賽季在福利 又有機會來了 有奧斯卡也拚沒有殘球啊 繼續 哦 這個球要高啊 他個高啊 對 哎 碰都沒有 啊 啊 摩萊多膝蓋這一下 乾腸大家乾腿碰乾腿對 摩萊多這個左腿撞了一下啊 他可能相對吃虧 他是不是相對軟一點的地方 撞到了這個膝蓋的這個肩硬 一個中心筆啊 哈哈哈哈 一個個高啊 摩萊多膝蓋一筆九二 上半是商定補石一分鐘的時間 無錫 那兩分鐘 嗯 真平 對 你看看 這就是從前場最這個是追回來的第一個球 對 剛才在說的那個 左錄一次右錄一次啊 阿諾 快啊 香花有球的時候 哎 無錫 摩萊多在教育無錫 無錫 無錫的轉移球距離場裡一點 彭欣厲害把球拿回來 好 溫家寶這球處理的還可以啊 還可以 好球 好球 傳進來頭球 好到魏震 啊 魏震搶在金星玉之前把這球給頂出去了 打了 莫萊諾 這角射門直接被顏俊麟撲出 好了 這時候 也都沒有人 沒人提款 神花首先開球 阿德里安 位置上也沒有 變化啊 看看神花會不會在踢法上有變化 淵妮奇直接砸倒了 羅佩斯 羅佩斯好在身體夠硬啊 金星玉啊今天在前場也沒少跑 好 孟小婷的頭球解圍 阿諾多維奇 奧斯卡 節奏非常好 傳過來了 哦 約尼奇 關鍵時刻這一角 確實如泛道所說呀 呃 下半場一開場神花還是沿襲了 上半場的他們比較成功的這個踢法 因為他上半場這個戰術戰術使用是成功的 對 全啊 對呀 在後上把球交給奧斯卡奧斯卡直接分邊 李昂 兩個邊路的打法沒調動 兩線之間來接球直接一角遠射 哦 阿諾 現在好像有一個變化 無錫去好像丁黃目一了 對 所以他在因為吃牌的情況 所以讓無錫換了一個位置來盯人 嗯 現在可能是 這個叫 國家保鏡 嗯 阿諾多維奇的這角遠射頗具威脅 迫使怎麼成呢 把自己扔到了門裡 但是他非常成功的防守住了阿諾這角遠射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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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 沒有傳球的空間了 同心力 直接先解圍 金心鈺 呂文鈞 這球要上得快 對 沒有阿諾遠射的機會 這想直C呢 面前已經全是腿 金心鈺這角球沒勾過去 他發現了遠端的阿德里安 我覺得這個教練會有變化 對 他如果說生花這樣打他攻不出去的話 他沒有像就是前場沒有速度的話 嗯 這個生花 就 某種程度是 要被挨打的 一直是在處於防守的這個狀態 而且對生花的體能消耗恐怕也會比較 很大 要 現在但是他跑動的這個距離我可以說 嗯 不及前兩場 哎對 因為他收縮的比較 比較深 這個時候快 這個球 所以迫使顏峻齡必須得作為一個出球點 這個球麻煩了 這個球麻煩了 哈哈 他藏的又不是上崗的這個特點 嗯 我阿腦現在回撤到這個 洛貝斯的身後啊來側影 五一 洛貝斯 武器還是交換過去 對 問到李昂那邊 李昂伯的左腳 還是在中路走地面 李昂 地下停球沒停好 嗯 保險期間溫家寶把球 防出了底線 就說現在你是香港有一個變化的話 你現在把味噌啊 換到右偏右的阻位 對 賀冠偏到偏左 讓李昂去 李昂是相應能 就說這三個中位裡面出球是比較好的 嗯 但是不是萊克又不想放棄李昂左腳傳中這一下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點啊 哎呦拿呀 對啊 曾成這球沒敢拿 他是不是沒看到身後的情況 奧斯卡的傳中球 哎呦這球險些掉進球門 遠位啊 沒有 腳球 已經出界了 對在這個 正成一拖的時候 解位的時候 球已經出現了 出界了 嗯 其實這個腳球的一球是 對這個 這是奧斯卡的 很好破密集防守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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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段 曾成一拖這個球其實已經出現了 腳球山剛一定有啊海剛一定有七個麻煩麻煩了 哇哦 這球頂到埃迪的身上 埃迪沒辦法不知道身後的情況 所以乾脆呢用胸口把球舔出了底線 這球是砸在了埃迪的圖上啊 但是李卡多洛貝斯的這一點啊 剛才被空下來這本身是個失誤 還是前點 好球 不斷地用腳球來製造威脅 這一次是李昂 身高一米半吧 海港確實是在找一些變化啊 聽說現在這個變化是不是就是說 你關鍵現在還是後面在發動和組織進攻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存在一些問題 就是是不是更大膽 對 頭球百度 線路稍稍有偏差 冯霄亭把球斷下來 好球目流 進行與莫雷諾 莫雷諾 這腳打本被擋了一下 但是呢 阿德里安也沒有能夠拿到 奧斯塔 節奏非常好 唉呦這種腳殺式的防守 好像是踢到了埃迪的頭 不過才可以讓比賽繼續 李昂君 啊 彭欣麗真很聰明 第一時間就發現了一個球線 現在回過頭來處理 愛迪剛才那一下 這是阿瑙倒地之後 好 就是 有一點點動作 這個其實沒什麼 就是他還是在 控制範圍內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加力的一個動作啊 現在可能 這話唯一要有一個變化的是 那個9號的這個一個位 阿德里安 對 啊有了阿德里安阿德里安 突出去了 但是 阿德里安的速度不是健常 對 這一下被 奧斯卡跟上兩步 從他腳下巴就給勾走了 這這兩三分鐘有點場區擴大的味道 嗯 啊生活場區有點前場有 有給壓 有給壓破了 嗯 神花開始慢慢地把節奏提上來了 放手 對 奧斯卡的位置也慢慢地往回拉得深一點 摩伊 何怪 這指揮你 允許你往回走 你傳吧 好球 真是要快 對 對 阿道用身體掩護住 還是交給奧斯卡 邊路看一看 五一沒辦法轉身 但是球還是勾回來 但是球還是勾回來 又是個腳球 這還是剛才阿德里安突破那一下 你看奧斯卡收回收這個位置 他對整個這個球發展的線路判斷非常準確 對 奧斯卡慘了 積極 嗯 知道比賽的這種作用 這腳球 這樣來來回回這樣這樣 這是比較危險 對 轉過來 來著右腳分到邊路 梁 好球 膝蓋解圍出來 一球 對 哎 李文君這個手上 刺牌了刺牌了 刺牌了 對手上動作非常明顯 李文君得到一張黃牌 李文君前面兩場比賽已經打進了兩力進球 那這個動作 沒有必要 其實在這個邊路這個位置沒有必要這麼大動作 他也是沒有速度 這個有的時候就說 來了 這個唯一的變化來了 曹雲定上啊 把金信玉換下 因為一直讓金信玉在前場這麼去搶啊 他這個1米96大身體搶到這會兒也差不多 換兩個 巴索哥也上了 阿德里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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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這是個厚實 你看整個防線而且可能會向前提 神花開始要主導進攻突然傳進來 巴索哥沒有拿到 但是這一下比賽會變得開放 來看看 好球 是無錫 先卡住了身體 啊 但最後一下沒勾過來 啊 沐依在傳這球傳慢 好球 哦 這個時候比賽 節奏起來了 最後這30分鐘 我跟你說 這個老賽是有想法的 神花已经率先变招 现在海港如何来接这个招 他们怎么变 阿索哥 奥斯卡 球阵转换的非常快 增生出来 这脚又是解位又是传球 但是停足啊 在对方的压迫之下没停好 找明健的犯规 剑军虽然下场了 但他的心还在场上 对了 他的这个 看了状态也不是十分好 手上以后 对 曹云定现在打到中间这个位置上 非常奋力的一个防守 曹云定来压迫 对 犯规 马导看着身后有人上来 横跨一步撞倒了 埃迪 五西 草原定 嗯 躺大 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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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现在的深花确实兵多降广啊 这个阿德里安金星玉都下场两个拜员下场曹云定巴索哥上来以后 这个能力值丝毫没有下降 关键他看到了就他现在如果形成机会的时候他前面是要有速度的 对 所以他就打上来了 好的 越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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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越位球 巴索哥 这是一个以速度建长的抗麦龙外员25岁也很年轻 不过他上个赛季在河南啊伤伤庭庭 八次出场只有两个进球 证明深花就是这个老赛他是有想法嗯 哦 前场比强又成功了啊 马索哥这球力量小了 非常漂亮的传接 就是罗佩斯跟奥斯卡没有想到一起 彭心里真的蛮聪明的 对 他掐你这个传球的这个路线 或是你向前传球这个时候只要跑不跑到位 后后面一段就 就形成反击了 就彭心里这个转会对于山花来说如虎添翼 对于重庆来说是釜底抽薪 哦 大了大了大了 哎呀 现在上岗的上岗必须加快这个 就是进攻的这个角色 嗯 就来来后卫岛的这个次数太频繁 控球率7129这跟上半场 长啊又一脚不敢长了 传球次数上岗已经上升到356次 成功率还可以但是生花明显现在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威胁 这个就要提醒上岗更谨慎 对 尤其在中复场组织 尤其是 这个是上岗的特点 奥斯卡 直接打了 哦 球进了 台港领先1比0 比赛的第63分钟 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员沐依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识破今天的世界波 因为这个比赛就好看了 哎 将军被打破了 生花自己的辩证呢 不能说错 但他移除了这个笼罩之后啊给了海港机会 魏老师你说的没错 我接着你最好说 现在 你看啊 这个球 一摆脱出来以后 推得太快了 你看推到什么区域了 就给了对手起脚的机会 是啊 这个小关其实到了一定的区域赢上去 对 要顶呢 要往上顶 木屹本身就有这一脚的 嗯嗯 这是前英超的著名中场 小驴布莱顿和哈斯佩尔 好球好球 进的球漂亮 对 进球也符合上海德比的特点 现在波斯要 那个老帅又要做出一个变化 哎 也波斯生花这个防区要扩出来 那这样就好看了 莫贝斯 爱迪这个球上了一下身体比赛 还在继续 这是一个深厚的犯规 里昂上去 因为 巴索哥上一场比赛膝盖是刚受过伤啊 这一下还是顶到了小腿上 巴索哥又想提醒裁判员这个尺度啊 直接踢到脚踏上 李昂也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太鲁莽的动作 声花还是打一个长的 草原定第二点 关家宝 好球 哎 沐依 这个时候想起快 对 好球啊 身后机会机会 哦 这个推射居然推的这么正被增城直接挡了出来 哦 这个母艺场球漂亮 对 你上场要的就是这个嘛 就现在你生花现在到底是往外扩 还是继续这样收 对 这个就是个问题 对 那你现在不同意的话 你让你这个拉开了一打 全是孔当 所以这一拉开啊 呃 上岗就有太多的余地了 刚才呢 但是感觉就是因为你其他没有速度 对 他这个我就说 他球路是场 场上的位置选择很好 嗯 但你要让他去反过身来追 看看这个李文君 哎呀李文君啊 再自信一点 拨进去直接打呀 他有机会 嗯 有这么一脚的嘛 你看冯小婷 已经大口喘气了 大口喘气 确实是35岁的老将 这个体能啊 在中招 在特别在生花这种 还能打主力 这已经是让人赞叹 回家 要有回家 嗯 这一下是惊讶 再传进来啊 正好李文君勾到 他刚又抢到了一点 两 那些他没法设置 能传 对 非常聪明 看看巴索哥 巴索哥 啊 巴索哥有大片的区域 一对一能不能过去 巴索哥 哎呦 这个球超一定啊 哎呦上了 这时候不要慢呀 等一下控制一比例明先 对 母一这个位置得有人限制了 不是 现在是后场人多 嗯 后场人多 他打掉了防线的时候 没法再 这个 这个是要协防的 哦 连续这样的传球 是在生花的禁区里 曹云丁回来 这个时候上岗开了 嗯 就是生花的这个后防 收缩的可以 进入 前场就后防山区的时候 尤其是摆脱突破上来的时候 顶顶的一定要困 对 你得给他压力 是 那这个时候可以慢了 上岗一比零领先了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了 对 啊 无锡这一下上的非常关键啊 无锡的断球 让莫雷诺有了机会 莫雷诺几乎是单刀了 打了门 居然打在边网上 啊 这是直接面对门将的一个单刀球啊 莫雷诺不应该啊 不过呢 这个时候 威尔斯就在说 他未曾 这个球啊 他上半场这个时候 如果说 敢于这样去做的话 这个球也不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上这个世界出现一下 这莫雷诺感觉最后 这两步有点 蹬的稍微没没带跟上啊 其实 也累了 累了累了 就差着一点点的爆发力 要不然这球要兜住了 以他这个能力啊 余汉超要上 他还是想用速度 对 还是要用速度 对 要用高度 冯霄天 他可能会幻想有后卫变成四后卫 嗯 加强 加强 中间场的这个 这个比赛呢 会好看 阿勒克 突然传到中间这球还抢下来了 来看看这是 哎 哎呦 停了就没有了直接出啊 哎 右脚传起来的就不好拿了 赵明健 是的 犯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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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瑞上 冯霄天下来 这个呃 毕竟号毕竟号上 毕竟号余汉超 写错了 彭先利 彭先利换下 嗯 毕竟号上 会是在什么 到四回来 他变成四回来 艾迪打到右回来 哦 对啊 他变成四后卫了吗 那无锡打到那 哎 毕竟号 上去其实打的是中锋 这个 甚至这样打的话 有威胁 只是拉开了呢 他你四十五度对第二落点的控制不好的话 整个一个队形保持不好的话 他就会 因为 空间有了 传球的空间传好出来 然后老头已经在叫了 这个 两个两个要站 那现在冯霄天和那个 他怎么让余汉车打到这个诱惠位的位置 艾迪收进去去盯了一个 艾迪是应该收到 去打一个打一个中卫去盯人 没有中卫是现在这两个在 对是约尼奇和那个 约尼奇和冯霄天都在 但是艾迪现在收进去了 艾迪收进去本来是丁岸 嗯 呃 余汉车是偏在右边的 对 你你这样打你还不如这个球直接起来 把八手科是偏在右边 嗯 比赛74分钟 现在场上的比分呢 是1比0上海海港领先 不过海港的前锋 换理是农队 阿闹托维奇 应该是身体也有点问题 正好 我估计体能也差不多了 这边给换下 好 黄牌 哎呀 这个领一张黄牌 这赶上李昂的右脚 这突然垫起来 摆脱大门 啊 毕竟号 吹 又是沐依 沐依速度没有 巫威能控球 好球 这是王晨超上来了 接着好 沐依进球之后啊 在中场在中场好像是接管了奥斯卡一样 哈哈哈 有大量的 这类球的旋律 限制奥斯卡的这个 嗯 太太紧 这无锡 这场比赛 就是无锡个体对奥斯卡这个地方上应该说很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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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个肘上啊有一个动作啊李胜龙应该是打到了冯小婷 老丁也不容易 对 阿脑确实腿上还是有一点问题啊马上裹上了这个冰敷 呃犯规也是不相上下了十四对十三 王晓婷直接起球 机会 李今浩腾空而起右脚凌空打门 还是着急 这球其实不用了你到进区里面你有空间你有时间你可以拿下来 对吧他不敢动啊 像很多时候这个富欢的像这样防守现在就好像害怕这个手球的话对是很限制自己防守对对他把自己整个身体都舒服住了啊 所以就是规则有的时候会改变很多主球比赛里面的踢法其实有的时候根本就用不到这个对就算用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主动的嗯对吧或者你 扩大防守范围的这个你正常的这个裁判还是就现在对手球的这种论定还是又宽泛了一些啊 一位莫雷诺 34岁的老江莫雷诺 这场比赛之后可以看一看莫雷诺的跑动数据啊估计会非常惊人 特别是对于一个34岁的老江来说 老母一这个接球位置又是非常合理 对 这次绝对机会丰富的上毕竟好像犯规了 比赛号把球给断了一桶交给莫雷诺 莫雷诺的观察只有一个点真快呀巴索哥巴索哥巴索哥 啊严峻林立下奇功啊 莫雷诺这个时间多好穿了对 哎 这是一个绝对的机会 李扬李扬被出示一张黄牌这是给到 哦 刚才巴索哥突破哪一下吗 场球啊对吧他可以补啊啊但巴索哥有劲啊 他没倒 这下如果说倒的话这个就红牌发现了哎 最后一个啊啊 他手拉了一把这个球啊这个 好了换了 上个换了对加强防守必须得加强防守 罗佩斯想嗯啊那个买提江上买提江上 买提江出球不出嗯 好球 拿这个机会不要着急对 才能直接打 他有这一脚对 相信我跟你说他这个区的他在进区县这个附近 嗯这个摆脱进来他他有这样一脚对 但是这个距离一点远啊距离一点远 哎也可以理解球员的心态在这个时候肯定会有点着急 这一球啊最好打在球的外侧 对就是用正脚背带内侧是兜的 嗯 因为老师也记得说的他他其实今天有时候的意思 阿斯卡 今天木一但是强患啊 很好的传球 奥斯卡 草原定也是拼了 嗯 看看 今天生花还能不能出一个孙世林 哦到最后的事 能不能把比分半屏做 现在双方都有机会 嗯 都有机会 一个能能能不能再扩大比分 一个能不能追回这个比分 对 现在从现在来看 比赛开始慢慢在拉开的也在踢啊 嗯 这位没有被挡下来啊 这球木一又拿到了 有点愣神啊 神花 哎呦这个球 王神超如果再冷静一点是个绝好的机会 嗯 巴索哥的速度 巴索哥的速度确实快 但是中间他少点变 啊就是说 他这个能力是就像刚才就是前叉 嗯 有人要喂的 喂柄的这样的球 对对对 啊通过他这个速度或者传送或者是 嗯 你靠他就是拿着球去突破这个不是他的特点 现在上岗相反给你把整个队形收回来 对 就看看 啊 啊这毕竟号的头球还真是不错 莫雷诺 慢点 他有点没劲 上半场这样跑法这样 对 看看曹云丁突然立起来啊 这个正面球啊 这球球啊 他这个点太低了 对了 ored 神话球迷有一点焦急 現在虞翰超上来以后没有看到他所挤的这个作用 ắng 透开了你 好 啊 这个球不着急啊 毕竟号回到 后备线前面来帮助防守 余汉超 说着说着就来了 把锁哥余汉超 这球是直接踢到余汉超嘴上了 犯规了 犯规了 这球确实腿抬得太高了 买提江 上岗 海港已经四张黄牌了 分别是吕文君 买提江 阿脑 托维奇和 这球他也是转过来 哎呦 这个要红牌了 这应该是个黄牌可能不解决问题吧 我们看看视频主理裁判会不会介入啊 他如果说在听这个视频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 就像是欧冠这个出现的 对对 红牌了 红牌 红牌 买提江刚刚被换上场啊 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咱们要跑去看录像 视频主理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他介入就是一定视频主理认为这是一个直红 直接红牌 对 取消黄牌 对 李海鲜 告诉买提江到这来 啊 取消 红牌 啊 黄牌取消 直红下场 这个亮着鞋底 踹到了对手的腿上 这个确实是个直接红牌的动革 啊 这个对于买提江来说太悲催了 这个对于买提江来说太悲催了 刚刚换上场 他还是一个比较中贵中矩的这个球 嗯 这可能也是得比导致一些动作有点没控制了 我相信他不是奔着伤人去的 但是这个确实自己整个身体飞起来 这球啊 这个如果说还有可能有追焦呢 嗯 莱科的球队现在不得不面对少打一人的情况 比赛已经进入尾声 悬念越来越大 沈花能不能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啊 扳回这个比分 这是得比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呢 这个这个一个变化呢 就是更 更能让这个上岗在最后这五分钟 加或者叫50可能四分钟 就九分钟的这个时间里面 对 他这个战术一定一定 一定要要统一 他必须要收回去了 他必须要收回去了 必须得收回来 但是呢 好好在那生花现在他有两个高点在那里面 对 嗯 嗯 球不对啊 这个球 这么传呢 往里呀 哎呦 好球好球 头球 头球公分鱼探球 哦 颜俊玲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嗯 这个球 嗯 这个球 李洋呢和哈利克两个人都藏在地上 这个时候杨旭杨旭 杨旭 就是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 换一下艾迪 这样再加上一个前锋 一个中锋 所有的火力全部都被派上场 但是魏生的头球 李洋的头球 嗯 包括我说你李胜龙哪怕回去 这个头球也是也不错的 包括王仁超头球也可以 对 哎 余汉超抢到这个点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巴索科抢到后场来断球 给李奇 这话打得非常简单 莫雷诺想到第一点 看看边路 扫云定 扫云定起来 赫不安的解围 好球啊 哦 这叫众志成城吧 上半场 莫雷诺从前场追回来 现在是前场 奥斯卡回到进区里面倒沟 倒沟 球球 两边的队长 我觉得这个胜任啊 当之无愧 需要需要这样的队长 好漂亮 漂亮 轻松了 其球 穆依 南 起来了 已经是第89分钟了 已经是第89分钟了 加上54分钟 嗯 还有5分钟 出的 出的 卫生有投球 对 莫雷诺莫雷诺自己要打 还有机会 好的 还有机会 有边上 太细了 点球 拉人 拉人拉人拉人 点球 拉人拉人 吕文君 吕文君 吕文君有一个拉人 李海鑫 如果说吕文君这样还要黄牌 对 他应该如果是拉人 有一张黄牌呢 哦 这个这个判法 李海鑫非常坚决啊 他第一时间想哨 然后判的这个 他跟着紧 啊 示意的犯规也非常明确 莫雷诺横传 这边毕金号一坐 那李文君 余汉超再往里 啊 确实拉了手臂了 确实拉了手臂了 李文君前面那张黄牌也是手上动作拉人 你看 抱抱着这个 对 视频助理在这个时候有介入啊 视频助理有介入 他应该是在查看 你没点球判法之后 他一定会查看 对 裁判员要听 对 就是说你查看以后 你你你他介入了 他如果觉得没事他不会说 那可能或者需要一些时间来查看 余瑞吧余瑞是吧 余瑞上 换一下木一 他他慢了半排 嗯 其实余瑞他 就是为了来 争抢 高点了嘛 对 点球没错 你看 还是指向点球 对对 这个时候又是商庭补食 神花获得了一粒点球 而在上一次啊 莫雷诺面对上海海港主罚点球的时候 他现在不敢去 他现在就把手割 把手割 这承受的压力 这莫雷诺 对 他也不容易他也真的不容易 对 在上一次主罚点球的时候是罚丢了 而且是被年轻的门将陈薇给扑出了 果然是巴索哥呀 巴索哥面对严俊凌 神花球迷已经摒弃宁神 他们也不敢看 巴索哥罚 第九十二分钟 怕你的心跳已经不止九十二下 这些现在巴索哥是越看越小 越看越小 哦 唱出一口气 来吧 打门求进了 这个是得比 这是得比 巴索哥 第九十二分钟 攻破了严俊凌把手的球门一力点球 让神花把比分搬成了一比一平 真是不是四分钟 没关系 再来啊 对 两边都奉献了精彩的技术 战术 坚韧不拔的意志 用不言气的精神 这是得比 重新开球 现在比分来到了一比一 紧张 在最后的时刻 依然是高度的紧张 这一分一一分半的这个时间 放规 紧张 紧张 大家都很紧张 紧张 来看看最后时刻 来看看最后时刻 比扬 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在咬牙跑啊 这一脚打门没有大声力量 好 王神超 这也是三十二岁的老将 哦 啊 这是吹了生花的犯规 我比赛 没有超过三球 嗯 确实 反倒 不是因为在判断非常准确啊 因为感受到这个两个队伍的状态都很好 嗯 就是从这个 就不会出大毛病 因为 从前两轮 已经其实有能感受到这两次队伍 不管现在从 就是球场的纪律 嗯 啊 啊 萊克非常 萊克有点鬱 这个其实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转车是在 买地将被 很快发现之后 对 好了 这个时候李开心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 这样 上海生花和上海海港的这场精彩的得比大战 以1比1握手言和告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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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